严格进行差减 确定结果进行不能出关 就算减免是阴性 也需要组织健康管理在四天 如果没有出现联合镜头 可以进行行驾 票备出现公共专搜 不是这么快的医疗 我们后来做 有政府有免惊 自信有这关事提供 这是快乐联邦王 法歌开港的时间 我是吴京凡 大家知道 法歌开港丹台湾的律师 讲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讲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做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创作美类的新台湾 谢谢大家的收听 作曲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音 雅宗盛 静音 雅宗盛 祈祷 各位听众朋友 这是快乐联播王 发歌开讲的时间 那么今天继续介绍这本书 这本《切非常的触味》 非常好听 非常的有内容 而且充满了启发性 让我们的思考不会僵化 让我们在设计书的时候 不说人家怎么说 你就怎么相信 设计书以前的设计书 都是用这个文献的资料 什么人有记什么东西 有记载什么东西 都是说那种所有的流数 但是到21世纪念历史的时候 它不是叫你死辈年代 反而是说那个历史的事件 用现在的科学 用现在的遗传学 生态学并理学 去研究 可以去判断 那书本里面 记载的历史是真的 还是假的 特律书 发歌在那儿 常常用一般 一般是在说台湾的流数 世界流数 我不是在说教书 让你聆听 是在教书里面充满了人类的智慧和教训 就算是人类最高级的层次的信仰和思想 基督教的圣经 佛教的经典 比如说奥义书专门在讲 释迦摩尼佛西大德太子求道的过程 这些书啊 其实你认真给他讲 他都在讲故事 讲故事的原因就是说 你比较容易听嘛 听了以后他给你做比喻嘛 比喻里面就代表 这个宗教的思想 和信仰的思想 让你很容易听这个故事 听完了 你很难忘 然后呢 你领悟了一些事情嘛 啊所以呢 同样的也是一样 法哥在这里讲历史 不是叫你只是听历史 很好听的故事 给我们五六天的故事 带带带 很爽啊 很快乐就好了 你要得到地匪啊 你要得到智慧呢 这个历史呢 你加上科学性的医学啊 各方面的东西进去 对你现在所面对的时间啊 是有关系 面对的历史有关系 比如说啊 你如果念历史很认真在念啊 人类和瘟疫在抗争的事情呢 不知道经过几千百次啊 只是说那时候啊 就说瘟疫 这样而已 不知道说这是武汉病毒 这个是鼠疫 啊 这个是非洲猪瘟 啊 这个是流行性感冒 这个是肺结核 这个是麻拉利亚 孽疾 在轻调的西针 你看他很多的记载 很多贫富族的部落 两千多人 有的时候一个月你会死光光 当然是那个病啊 他不会写瘟疫两个字 因为瘟疫是后来 日本人以后才发明这个东西嘛 但是他描写的症状 病症的症状 就是瘟疫 就是麻拉利亚 所以疫病人类面对疫病啊 不知道经过多少次了 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那么紧张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飞机的航空气太发达了 这个病在这里流行 一天以后就传到美国 就传到全世界了 因为有飞机的发明 传染病的速度加快了 第二个呢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特殊 因为天天电视的传播器呢 脸书电视呢 很快啊 上个小时发生的事情 下个小时就知道了 不像以前一样啊 所以变成说 心理上大家就会比较注意这件事情 倒不是说武汉肺炎这样的传染疾病 在人类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没有 这样的病啊 因为经过电视网路以后 大家就会去联想说 哇 是不是世界末日啊 很多人在讲世界末日 发哥不以为懒啊 因为这个病虽然是很恐怖 但是他还是有缺点嘛 还是我们还会人还会活下去的条件 那就是什么 就是和人家隔离嘛 隔离的远一点 啊你这边冬眠一下 一两个礼拜不出去 一两个月不出去 啊这等这个疫病过去 他就减缓了嘛 还有一个好处在哪里 你比如说非洲猪瘟啊 鸡得到鸡瘟啊 一死都整片了对不对 那武汉肺炎刚开始 人不小心 不知道他怎么传播的时候 也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是什么 猪啊鸡啊 他不知道什么叫瘟疫啊 他都会整堆挤在一起 挤在一起通通都洗掉掉啊 人类不是人类有理性啊 人类知道了 就隔离的远一点 远一点就不会不会中招嘛 好 发哥说是很趣的事情啦 发哥一个医生朋友说 他很奇怪 这意大利西班牙的人 那边的人 都老人都缠 一半以上死的都老人 百分之六十老人家 哎呀台湾现在所公布的案例里面 老人家占少数啊 现在这边年轻人大多数啊 为什么 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手机电视 一天到晚告诉你 老人脑糖尿病慢性病 得到的会脚癌啊 我听到这些老人 哦 闭得了 统统躲起来 因为躲起来以后就没有病啊 所以台湾现在老年人 或慢性病得到那个 得到这个武汉肺炎了 人数很少啊 啊结果这个讯号对老人啊 反而是有利的 他告诉你说你赶快躲起来 躲起来就没事 结果台湾的老人很安分守己 躲得很好没什么事啊 反而做了一个坏的暗示说 啊年轻人说我就二十岁三十岁而已 我勇子怎么这么高的呢 你们电视一直爆说老人家得到这个病才会容易死 啊我就不是老人 我年轻的 飘飘啊肯定挤一挤啊 来哪里挤一挤 挤一挤你就对了 你就对了 你就对了 啊所以现在台湾一半以上是年轻人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 我听到在异界的朋友啊 上次那个SARS的时候 台湾的病例里面没有办过台湾原住民 目前已经确诊的案例里面 好像也没有原住民 那是不是表示原住民是不是血液里面有一个 特别的抗病的基因呢 这个没有研究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结论就是 诶住在原住民部落的这些原住民 听到传染病很恐怖 躲回山上去啦 躲回山上去啦 好躲回山上去以后你说没有东西可以吃 电关起来后啊 打一把裂枪出去 晚上出去裂山珠裂灰鼠 没什么事啊 原住民的部落 那你说原住民的年轻人 有在平地上课当大学生做事的 对啊 但是他到了休假日礼拜六礼拜六就回家 躲到山上去啊 所以他没有问题啊 瓜哥给你讲的是什么事情 目前这个武汉肺炎 还没有有效完全有效的疫苗 完全有效的治疗的病 唯一可以躲过这个浩劫的就是什么 就是躲啦 可以对付他的 只有躲开躲开 闪开闪开闪开的啊 所以呢台湾关键的时刻 请你啊 想看在家里安分的工作啊 安分的做事情 你喝咖啡也不要出去在群记啦 你一定要喝啊 发哥给你提供那个大午三的咖啡呢 零九八三四六八三五六 零九八三四六八三五六 这是大午三的咖啡 那你喝 发哥希望你喝黑咖啡 黑咖啡没有喝习惯的人啊 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牛奶 加糖加牛奶都像斯大巴格一样很好喝啊 黑咖啡喝起来 没有加牛奶没有加糖 不是那么好喝 但是你去看YouTube或其他网站 发哥不要再讲 咖啡对身体是很好的 尤其对老年人 它因为会刺激心脏里面那个腹交感神经啊 刺激腹交感神经使得你的心脏的搏动跳动 适度的运动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大的功效是什么 现在已经证明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精啊 黑咖啡呢 对你的骨头 尤其老年家骨子疏松或者是骨头不好 对骨头的保健是非常好的 其他我不要再讲 因为你上网站就可以查很多黑咖啡 为什么最近大家喜欢喝黑咖啡 因为它对健康有很多很多的帮助啦 然后呢 你喝黑咖啡配一点 面包简单的东西呢 可以过简单的生活 你在防疫的期间 你过简单的生活 你慢性病就好了嘛 很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答案嘛 那有人说呢 我糖尿病不能喝糖 那你就喝黑咖啡不要加糖 它有降血糖的功能 你去看看那个YouTube里面就有啊 人类啊 人类 有三大饮料 是很有历史的 最早的饮料人类发现的就是Cocoa Cocoa是什么 就是巧克力啦 巧克力 我们现在吃巧克力一片一片一片的 是两百年前 英国人发明的 以前巧克力都是用喝的啊 你在家里有没有买过那个阿华田 阿华田就是巧克力啦 加糖啦 巧克力不加糖 早期印加帝国的皇帝才能喝 皇族才能喝啦 他们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感冒 感冒是会死很多人的 巧克力对喝对感冒有好处啊 这已经证明了 最早的人类三千五百年就喝巧克力 接着人类喝茶 茶 全世界的茶花源在哪里 在元南啊 你看那个《本草纲木》 茶是干嘛 茶是药啊 茶里面也是和咖啡一样 它有儿茶素 咖啡叫咖啡因 同样的作用 促进腹交感神经的作用 茶叶还有月璃素 还有儿茶素对身体是很好的 这来我没说了 咖啡是咖啡因 咖啡因你有些人后来以后会心悸 会怎么样 那是因为你加了奶球加了糖 奶球有的时候有人对奶球过敏就心跳加快 然后就心悸 黑咖啡不会 台湾大午山的咖啡呢 因为新鲜 你会心悸有的是一部分是因为 咖啡没有处理好 从外国进口的时候传顺啊 送来的时候被黄菊毒素感染 黄菊毒素感染 很多人是对黄菊毒素过敏 八哥以前也是 但是你喝新鲜的大午山咖啡 1100公尺重的大午山咖啡 它不会感染 而且是 八哥给你找来的就是三天前才封好的最新鲜 咖啡要新鲜也好 而且高山咖啡 大家对韩国瑜在选择 胡说八道嚣张乱搞啊 人家已经就很感冒了 那再加上现在的婚姿疫病期间 國民黨沒有一個講話像樣的 從黨主席到所有的立法委員 都在UOK 你要知道台灣人在武漢會員的時候 表現這麼好 醫療人員表現這麼好 人家表現得全世界都讚美 你拼命在UOK 你一點貢獻都沒有 你想想看 台灣人會把怒氣放在 發洩在哪裡 今年沒有選舉 只有個爸還選舉 當然會借題花費 你所有的吳思懷的帳 葉宇蘭的帳 邱毅的帳 誰講的那些藍色的 親中共的這些連呼的帳 通通會是散在韓國瑜身上 我跟你講超乎高票通過 現在韓國瑜說去申請法院 能夠停止這個罷免案 能夠拉長 我跟你講越搞越糟 為什麼呢 你如果現在六月份 馬上不要阻礙他 馬上來投罷免票 如果出來投的人不夠多的話 那就罷免案成不了 現在不是啊 你拖一個月以後到六月份 你可以想像得到 你現在看美國歐洲的情形 他們醫學醫生都很有把握啦 這個藥已經快要宣布可以出來了嘛 六月份疫情已經平定了 出來投票的人更多 你越拖而且越耍賴皮 我跟你講那個投票 讓你韓國瑜越難看啦 死也命也怨也啦 人沒有辦法去 去逆著這個時事再做情 不要傻傻地自取取辱啦 華哥可以講得很清楚 應該是這樣啦 好另外一個台灣人把眼睛放大 接著世界局勢會怎麼變 很清楚啊 英國所向強生萬一如果死掉 英國雖然國家現在已經是分成很多殖民地 大英國血是幾十個國家咧 他實力還很大咧 他和美國是最親密的戰友 強生又是保守黨保守主義的政黨 和這個川普啊 強生如果死掉川普穩當選 川普為了替英國人討公道 他就變老大啊 他一喊一下現在英國 華國 德國 義大利 全部在一起啊 你想這個狀況會變成怎麼樣 這一個月來 世界已經天荒地戶了你知道嗎 現在還有一個很關鍵 摩斯科在封城啊 摩斯科的普丁啊 中國本來是想說 我們中國如果和俄國聯合在一起 美國還要忌諱三分 但是你完全搞錯了啊 俄國這個國家是永遠投機其巧的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日本人委託他去和談 不要再發生戰爭 日本願意投降 俄國拖著拖著 他媽的他竟然在最後一個禮拜之後 美國要向日本投原子彈啊 他就向日本宣戰 然後就躲起滿洲啊 俄國這個國家 如果全世界都在緩中國的時候 俄國會幫忙中國嗎 天下才沒有那麼笨的人呢 俄國會比任何人都搶先和中國宣戰 要他賠錢啦 這就是摩斯科封城的原因 而且從頭到尾你現在 以前俄國和中國會在一起 因為共同實施馬克思共產主義 現在兩個國家都已經不是實施共產主義 普丁這個人 俄國這個國家 只要有利益就翻臉了國家啦 所以整個世界局勢 在這一個月已經大變化了 你不要用既有的刺激再想談 這個機會就是台灣的機會 台灣在這個半年裡面好好合作 我們國家在世界上冒出頭 非常大的機會 大家一定會團結 來 會不會想辦法